我們來看一下,我這邊有貼了一些有關Java 這個Java的設計,其實很多我們前面講過的JavaScript的範例 其實也是從我的Java的程式裡面所演變出來的 概念上基本,邏輯上是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建議各位在那個程式方面的開發,可能還是要花一點心思 因為你可能不會的地方,也許就是在那個程式地方 上禮拜我們主要是Web SQL,這個Database的包含就是 怎麼去做新增,怎麼去做查詢 另外的話,最後有一個所謂的那個練習,有一個新增技師的練習 所以上禮拜的部分大概就講了兩個 那這兩個的話,基本上我們有一個是這個DB的 這個是做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有三個欄位 這三個欄位就是編號 姓名年齡,按新增 那如果你用那個上上禮拜的那個Local Storage 要新增三個,當然就會有問題了 因為它只有Key跟Value 那如果你有KeyValue,可能還要在一個Edge 那就放不下 所以這個地方就需要用到Web SQL 就是需要用到它的那個Database 但特別注意,在這個環境裡面 如果你用Database 你就不能夠在即時裡面 因為這個即時裡面它不支援那個Database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就是要把它執行的話 一定要執行到Chrome裡面 因為如果你沒有執行到Chrome裡面的話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幫你去做那個新增的動作 最後我們有一個把它新增之後 再做查詢 所以 這邊的話,比如說我們再把那個上禮拜的重點 再 簡單回顧一下 今天再來就要講有關那個 如何從網路上抓那個Jackson檔案 Jackson檔案 比如說001 AA 這個上個禮拜 年齡18歲 按個新增 它會跟你講新增一筆 這個地方就是 當然流程一定第一個 先會create一個Database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一個Database 第二個的話會create一個table 也許叫什麼table01之類的 這個table01裡面的話會有三個欄位 一個是id 一個是name 一個是h 那我前面講過說你也可以怎麼樣 完全不需要給它 只要給它欄位名稱 它會幫你create 你也可以加上什麼 它的資料形態 比如說你要放的是什麼 Varchar 長度多少 或者是integer 要不要加primary key 其實也無妨 你不加也沒關係 那或者是說你這個id 不輸入也沒關係 id的話它也可以有個auto increment 就是自動可以增號的 這個動作 自動幫你加1234 幫你編號 那這個 觀念的話 我想跟其他的資料庫是相類似的 所以我這邊新增兩個好了 001 002 比如說一個AA 一個BBB 然後年紀的話都不一樣 把它按新增 那按下新增的話 在Web SQL裡面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去執行 SQL 語法之前 你需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起一個什麼translation 有沒有 利用db 裡面有一個translation的方法 那你必須要利用translation 去傳遞什麼呢 傳遞一個 第二件事就是SQL 語法 意思有點像 你要跟資料庫溝通啦 那個translation有點像是 總計小解 那SQL 語法有點像是 資料庫那個國家裡面的共通語言 反正不管哪一個資料庫啦 你就是一定 SQL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SQL 一定要學好 那就把那個SQL 告訴資料庫 它就會幫你把它寫進去了 那語法一定是 如果是新增的話一定是 insert into 然後後面的話哪一個table 比如table01 括弧後面就是哪些欄位 在中間加一個value 後面再加三個欄位的值 比如說從哪邊抓呢 從我們的畫面上有三個 那所以你要從什麼 用那個 JQuery 幫我們去 畫面上面有三個 什麼呢 文字欄位啊 上面有ID 我就去抓它ID 把它的資料抓過來 點value 點vl 有沒有 抓過來之後 新增到資料庫裡面去 就完成一個SQL 應該這個 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 特別是回去一定要實做啦 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你自己不動手打過一遍的話 你可能有些地方 還是會有錯誤 OK 這個地方就新增 可是新增完之後會有個align 查詢 特別是喔 如果我今天需要查詢到哪裡呢 下方 分別把什麼 結果給查出來的話 好 一樣 先進一個translation 再執行SQL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slide 所有的欄位 from table01 然後呢 他就幫你查 查完之後的話 丟回來會告訴你說 有哪些資料 有兩筆資料 那我就利用呢 回圈 把這些資料呢 通通列在這裡 特別列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用什麼list view 或者是用什麼表格等等啦 反正我們 基本上 大部分在JQuery Mobile裡面都會用list view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 要對這部分 盡量去熟悉啦 所以這個後面的部分 我在雲端上也有放 所以你們可以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 在雲端的部分 在雲端 白板裡面 就是有關那個Web SQL Database 細節部分呢 請各位 參考一下 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再來 看一下 就是說 Web SQL 之外 這個資料當然是由你 自己手動去輸入的 可是如果今天 這個資料不是你手動輸入 而是這個資料呢 它是放在網路上面的 某一個檔案 或者是某一個網頁 那你可以把那個檔案 比如說Jason檔 或者CSV啦 常用也有CSV XML 抓下來之後 你要怎麼樣去做 資料的切割 因為它下來的資料 一定是 有很多欄 那你要把很多欄 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大部分 要不就是直接 秀在哪裡 一般會秀在那個list view上面 要不然的話 就是先把 下載下來的東西 用那個insert into 一筆一筆的 寫到我們的database 再 從database 把資料撈出來 放在畫面 來 畫面通常是list view 那不過我們 看看 暗部就班 也許是撈 怎麼撈 這邊會用到一個adgents 那adgents是什麼 OK 第二個呢 撈到了 OK 我要怎麼樣把它抓下來 秀在手機上 看到結果 可是看到還不夠 我要看到漂亮一點 OK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 如果你這一招會 幾乎網路上所有資料 只要它是 是open的 反正24小的都可以啦 你等一下就所有東西都抓了下來 這應用面就非常的廣泛 手機自動連結到網路上 你想說 老師那網路如果它本身有網站 那我就撈它的網站 我把它網站放瀏覽器上面就好啦 可是問題是 網頁顯示的這麼大 你要去慢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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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放放放 找找找找找 非常的不方便 而且有的時候是 在這個網站裡面的 裡面一層 在裡面一層 在裡面一層 它太浪了 那你需要怎麼樣 在UI上面 把它做得更貼心一點 其實我只是想要知道很簡單的問題 你就秀我想要看的那個東西就好了 可是這個東西需要有人幫忙做一點事情 比如說我要看外匯好了 外匯 我想要只要看哪些外匯就好了 你不要跟我講說 Google到台銀外匯網站 然後我要點點點 找到了 找到了 可是那個寬度又 不適合在 放大縮小 那你每一次要看 就要再點一下 為什麼你不能夠做一個很簡單的App 或者甚至 最好是可以自動提示的App 讓退退是更好的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 把那個 上個星期 這個地方稍微再了解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會進入到那個Json 這邊上禮拜的東西 反正不外乎就是 幾個重點 Transition 然後當他點擊的時候 會 先建一個那個Database 然後一個Transition 做一個SQL的執行 這個是建立資料 我們的資料表 OK 然後呢 建立完之後的話呢 底下就是 Insert 有沒有Insert into 其實就是Insert into 然後 然後哪些東西 再來這個是Insert 再來是 把它查出來 就是有個Select OK 把資料查出來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著要繼續 今天等於是 倒數 第2次吧 那在 下個禮拜 可能就要靠各位 看可以的話 下禮拜 跟大家分享 一點東西 好 那 也不要有壓力啦 就是 最好是 如果有上架最好啦 不過我發現這個 這個最後一麥 好像對大家來說 就是會可能 就好像你爬山一樣 好像快到了 有些人就想要下山了 要去參加那個 跑那個 那個 馬拉松太遠了 跑一些可能 10公里的 你還沒跑到 你就覺得 怎麼這麼久 還沒到 不過最後 你就是要到達 你才是 最後一個Ending 而且是完美的Ending 千萬不要放棄 如果可以的話 下個禮拜 當然你有一個QR Code 給大家 少一下 是最好的 如果沒有 反正不然就是 講講你的心得啦 或者是 一些 問題 問題 當然也OK啦 下禮拜 大家可以來聊天 做一個互動的 那今天最後 我們就來看 再延伸 就是如何從網路上 抓資料 這裡我們會需要用到 JQuery有一個那個叫做 Agents的技術 那這個Agents 一般 他的名稱叫做非同步的那個 HTTP的請求 Request 那所謂的HTTP就是一個通訊協定 這個通訊協定 其實就是跟那個我們 其實簡單講白話啦 就是 我要跟網頁跟那個 SERVER上面要資料 但是所謂的非同步 就是我不要 整個網頁更新 我只要部分資料更新就好了 就可以用Agents的這個技術 那怎麼用 怎麼樣建立Agents的應用程式 怎麼樣在那個 JQuery裡面 用Agents JQ Mobile其实就是最好的选项 里面的话 由上而下的设计 里面的话 什么叫Agents 各位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 所谓四个字的缩写 这四个字的话 各位再稍微把它了解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Agents的部分 怎么样去从网路上捞资料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